沿路就是之前的子弹齐换活饮 里面的成分呢 我曾经拿给一个营养师看过 我什么都没有说 他光看完成分呢 他就加盟了 他说这个成分CP值实在是太高了 我们先看里面子弹齐 每一包有100毫克的子弹齐 那也有SOD超养化物企划酶 这SOD超养化物企划酶呢 是清除自由机 清除机这个自由 自由机清除机排名第一名的 也是我们内源性的一个 内源性的一个抗氧化剂 那也有夏青素维生素D3 还有新 以及有全能的免疫包 这个免疫包里面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了βE3E6 包含了结果木 还有胡皮素脂椎菊 甚至也有玻尿酸 还有蓝莓的最高 最高等级的蓝莓 阿拉斯加野生蓝莓 以及还有全能的水果包 我们来看看这些成分 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子弹齐 其实在坊间 你比较常常听到是白莉卢醇 因为白莉卢醇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那子弹齐号称二代白莉卢醇 它的结构 结构跟白莉卢醇很像 都只是多了两只脚 假氧剂的脚 那子弹齐呢 跟白莉卢醇来做相比 它有更好的生物利用率 代谢稳定性 抗氧化活性跟膜通透性 在中国历代的很多名医里面呢 都喜欢用子弹齐来做配方 好 那其实不是中国历代名医 现在呢 在医疗界 包括台湾 包括美国 像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 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现在都希望把子弹齐列为用药 列为什么样的用药呢 列为标靶的用药 因为子弹齐在抗癌的功效上 功效确实非常的好 他们只要把这个抗癌的激转呢 临床实验 临床数据 再多做一些出来 真的未来子弹齐可能会变成 所谓的用药 现在台湾中国医药大学 跟国外进口子弹齐 就是以中药的名称来进口的 所以万一有一天子弹齐被列为药 可能保健品又不能卖了 那子弹齐的功效有很多 包括呢 对心血管的帮助 对肠味道的帮助 以及肝脏 针对急性肝损伤啊 其实子弹齐效果是非常好的 针对糖类的代谢 一些血糖平衡 一些血糖失衡的患者呢 他其实针对子弹齐可以改善 它糖的糖效解的一个作用 那针对脂肪的代谢呢 三酸钢油脂 以及低密度的胆固醇呢 子弹齐有很大平衡的作用 以及子弹齐可以延缓脑部的衰老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脑力 在lifespain里面要放子弹齐的原因 它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功效 是非常大的 那子弹齐跟白粒乳醇结构上 就差了这两只脚 这个甲鸡 子弹齐多了两只甲鸡 这甲氧鸡的脚 也因为这两只脚 让子弹齐的活性 远远超过白粒乳醇 那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同样口服子弹齐 跟同样口服白粒乳醇呢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去抽取血浆 去测它的浓度 子弹齐的浓度呢 最高可以达到白粒乳醇的36倍 那这边 我要特别说明一下 我听到很多的小伙伴说呢 子弹齐的生物利用率呢 是白粒乳醇的36倍 吃一包子弹齐 你要吃36包的白粒乳醇 不是这个样子 血浆浓度36倍 不代表生物利用率是36倍 那子弹齐的生物利用率 到底是白粒乳醇的多少倍 大概保守一点来讲 大概4到5倍会比较好 这样说会比较好 不要再说36倍了 血浆浓度36倍 不代表生物利用率是36倍 再来呢 针对神经系统跟神经系统跟认知系统的保护呢 子弹齐的效果远比白粒乳醇好很多 那子弹齐还有一个作用 针对SOD 子弹齐跟SOD的协同作用呢 它可以增加猛型的SOD 各位知道SOD有三种 心铜的SOD 猛的SOD 还有这个铁的SOD 那唯一可以进到立腺体的就是猛型的SOD 而凯利的SOD是全谱型的SOD 就是三种都有 而搭配子弹齐呢 可以强化猛型SOD的作用 这样这个协同效应 效用呢 会让我们的SOD效果更好 可以更加清除掉立腺体所产生的自由机 那子弹齐可以很显著的增加SOD的一个作用 那白粒乳醇的效果就没有这么好 针对抗发炎的效果呢 子弹齐的抗发炎作用呢 名远远比白粒乳醇好很多 因为白粒乳醇在这个部分的效果 并没有很太大的名 并没有很显著 那里面还放了虾青素 这个虾青素也是一个超级的抗氧化剂 虾青素虾红素就是一个翻译的名称了 最早是在虾里面看到的 但现在的虾青素呢 都是从藻类里面提炼出来的 而凯利的虾青素 是从与生红酒枣里面提炼出来的 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他命C的六千倍 不管是在 不管是在皮肤的血管 或者是呢 神经脑神经跟认知功能 虾青素都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 如果有在吃燕窝酸的 其实这个虾青素你可以大量补充 在研究当中呢 每天补充六公克的虾 六毫克的虾青素 六毫克的虾青素 可以减少皱纹增加皮肤的弹性跟润泽度 我们的紫盐露一包呢 有两毫克的虾青素 所以呢 如果你喝 你有在吃燕窝酸亮素 再搭配我们的紫盐露 一天三包 其实可以有很好的协同作用 针对皮肤的皱纹 还有皮肤的弹性跟润泽度 那里面还加了心 心其实啊 在人体是很难吸收的 那心对人体非常重要 现在疫情又开始慢慢的 有另外一波的疫情又慢慢的在 在串生起来 现在在台湾 我不知道在其他国家如何 现在台湾呢 两种病在肆虐 一个是A型的流感 一个是呢 新冠病毒 所以现在只要到医院去就诊 医生 反正筛完就说 你呢要要嘛就是确诊 要嘛就是A型流感 那当然也有人重叠的 既确诊又A型流感 所以最近生病的很多哈 这是一个流感的高峰期 那心呢 针对啊 流感针对免疫系统 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心呢 因为不好吸收 所以必须用熬合的 而凯利的心呢 是用左旋大南酸去做熬合的 熬合过之后呢 吸收的吸收率会比 一般没有凹合的吸收率高很多 从这个图表 你可以看得出来 而缺少心呢 你会有指甲容易断裂 容易长痘痘 伤口愈合慢 甚至有很多人口腔溃疡 常常溃疡 那就是缺乏心 那掉法不断 掉法不断有很多状况 比方说甲状腺的失衡 很多女孩子呢 洗个头发 浴缸里面的掉了满浴缸的头发 好像做了放化疗一样 有可能是缺心 有可能是甲状腺功能失衡造成的 那免疫力变差 也是缺心的一种反应 那人体的器官里面呢 心含量最多的就是前列腺 也就是我们讲的 胜户腺 然后男性的 前列腺跟眼睛里面 心的含量是最多的 而全世界呢 有三分之一的男性都缺心 针对呢 更年级的男性呢 要提高男性荷尔蒙 就是高同水平 其实心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成分 那再来里面还要放维生素D3 这个D3啊 很多人问过我 老师这个D3不是脂容性的吗 服用太多会不会中毒 这个D3很特别 我们每一个细胞 在我们身体里面 每一个细胞几乎 都有维生素D3的受体 代表什么含义呢 代表我们每个细胞 都需要维生素D3 而这个D3呢 跟细胞细胞膜上的受体 一旦结合之后呢 它就会转换成水溶性的 这是一个很妙的机转 所以维生素D3 不是只有针对骨骼关节有帮助 它对我们身体 所有的细胞都会有帮助 而大部分的男生女生 在营养成分里面都缺低 好 那缺低其实会有很多的延伸问题 比方说肿瘤免疫下降容易感染 内分泌系统出问题 心血管问题 甚至是怀孕在哺乳的时候呢 可能造成早产 可能造成妊成型的糖尿病 以及胎儿体重过轻 这些都跟维生素D有关系 所以真的多补充维生素D 对你的免疫系统 对很容易过敏的人 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我们的早兰医生剧里面 他就有放了D3 就有放了D3 在我们的紫盐录里面也有 在全氧素里面也有 我们的很多产品里面 都有放很高剂量的D 那现在呢 另外一波的疫情又出来了 在医疗界一直在讲 补充心跟维生素D 补充心跟维生素D呢 可以让你的确诊几率降低 那面对新冠病毒呢 补充心 维生素D 还有C 这三种营养素 其实对我们的免疫系统 帮助会很大 其实心呢 针对上呼吸道啊 让病毒 控制在上呼吸道 不要进到血液里面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尤其针对新冠病毒 这边我就不细说了 那里面还放了 β1316普聚糖 这是完美的免疫增强剂 各位可以看到画面上呢 从迅菇类 灵质类提炼出来的 普聚多糖体啊 它就一个β13的支炼 它的β13 β16的支炼 只有一个葡萄糖 所以活性呢 远不如 这个β1316 它的支炼呢 有6到8个葡萄糖 这个活性就大很多 所以呢 β1316在医疗界 称为免疫促进剂 它针对抗癌 针对感染性的疾病 针对我们免疫系统的提升 有很大的帮助 它可以把我们的免疫细胞 活化之后呢 再分送到各个战场 而且这些被活化的免疫细胞呢 它被送到呢 淋巴拉骨髓凶陷的地方呢 在所有病毒入侵之后 它第一时间会做上反应 而且 这些被β1316活化的 活化的免疫细胞 针对癌细胞的辨识能力呢 会提高很多 因为很多癌细胞在初期 它会伪装成是我们身体里面的 自己的细胞 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不会去攻击它 而经过β1316活化的一个细胞呢 活化的一个免疫细胞呢 它针对癌细胞的辨识 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在医疗界呢 β1316常常被用来做为什么 用来做为 一些放化疗之后 癌症病患呢 它的用药 避免它在 避免它癌细胞再来复发 所以β1316放在我们 子炎录里面的全能免疫胞 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有帮助 针对β1316在临床上有太多了 这个报道 这个临床的报道呢 已经是资料太多太多了 所以在 之前布希总统 小布希总统呢 就花了三亿美金 大量生产β1316 给他的国军将领们去使用 那里面也放了SOD 那SOD呢 在前提堂课我们都提过 所以我这里就不细说了 那SOD在一届被归类为六个作用 抗辐射抗免疫 去血脂抗氧化 抗衰老以及美容的作用 其实SOD啊 针对黑色素沉淀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你们有去做过 医美打过斑的 应该都知道 打完斑之后 斑还会再涨 如果你打完斑 做完雷射之后呢 补充大量的SOD 你会发现那个斑不容易再生 真的针对美容有很大的帮助 那SOD呢 也是自由基清除剂排名第一名的 那把自由基清掉 那很多的疾病自然就会不医药而育的 在抗氧化的排名上 SOD是排第一名的 那里面还有 在我们的全能免疫包里面 针对现在流感 流感的盛行呢 其实有紫椎菊 紫椎菊 接骨木 还有护皮疏 这个针对流感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紫椎菊呢 在早期在印第安 他们都是用来作为天然的抗菌剂 及止痛剂 针对上呼吸道感染 细菌感染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是一个临床的实验 把这个呢 NDCK细胞还有RD细胞呢 让它让他们的去感染病毒 把病毒放进去之后呢 感染之后变成这个样子 一个是感染B型的流感 一个是感染萨克级病毒 那接着再把紫椎菊呢 放入这个被受感染的临床细胞里面 经过48小时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整个就回复到正常了 所以紫椎菊呢 针对啊 这个病毒的感染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护皮疏 它是一个天然的抗阻治安 可以缓解发炎 还有呢 缓解过敏的现象 那还有接骨木 接骨木呢 在欧洲欧美啊 被公认为是啊 这个养生致病的超强药箱啊 不仅能够治疗感冒 对付顽强的流感 也是很厉害的 所以刚好在 我们的全能免疫包里面 这三种都有 还有放了阿拉斯加野生蓝莓 是蓝莓里面最高等级 功效最好的 针对现在流感 其实啊 我们的紫盐露呢 多补充 会有一些提升免疫的作用啊 好 那平常不常在吃水果的 啊 在我们的紫盐露里面 有十种不同的水果 那各位知道啊 其实大自然赐予我们的食物啊 是 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